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跟大家先说一下 如果全是十字星 就像这样的这种星星 那么你是很难去判断它到底是涨还是跌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不太活跃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管是赚钱也好 还是止损也好都会非常慢 时间成本会非常高 时间成本会非常高 所谓的时间成本会非常高 就是你花到的你同样这笔钱 你花的这个你同样赚一笔钱 你可能花的时间会更长 这叫时间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来说呢 这一点就是但凡出现这种很多很多的十字星 大家就不要去做就完了 尽量不要去做 好那当然也有像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盘面 它本身就很慢 就比如说像原油 像原油 原油原油原油市场报价 原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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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油这里面其实它也有很多这种十字星 因为它也很慢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一字星 一字星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 像这种T字星倒梯形十字星也非常多 那么如果你一定要做原油 你一定要想做这个盘 那也可以 那你尽量把时间周期拉长一点 如果在这个拉长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多十字星 那你再拉长 也就是代表这个盘面 就是动得非常慢 动得非常慢 所以来说呢 你只能以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 时间来换取空间 我现在已经换了30分钟了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换了30分钟了 所以来说呢 如果你要是想那个的话 那你只能以时间换空间 这个如果个个都是这种十字星 其实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后面这一个到底会怎么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蜡子图 直接就从这里跳到这里来了 这一段距离叫什么呢 我顺便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直接就从这个位置 直接就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45.16 直接就跳到了45.17 中间没有过度 大家可以看到 跳了0.9个点 跳了0.99个点 跳了0.99个点 直接就给你跳上去了 像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做缘由啊 因为太磨叽的做了很 很糟心啊 做了很糟心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又是从一个45.19 叫45.20 这个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单词 叫做跳空 好 跳空呢 一般就是对应的后面两句话啊 一个是叫跳空高开 一个叫跳空低开 像这一个呢 直接跳上去了 就叫高开 这个呢 从高 直接跳到下面去了 叫跳空低开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跳空高开和跳空低开 什么叫跳空高开和跳空低开呢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 直接就从这一个跳到这个上面去 直接从这个价格 跳到这个价格上面去 中间根本就没有过渡啊 根本就没有让你反应的时间 也就是说中间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交易 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俗称的叫跳空高开 或者跳空低开 大家注意一下 像这种盘呢 大家就尽量不要去碰它啊 因为像这种盘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第一 它的这个交易呢 你很难去判断它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第二点呢 就是你很难去去赚到钱 当然也很难去亏钱 因为它动得慢嘛 那动得慢 它可能半个小时 你亏个0.5美金 那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你可能就直接抛掉了啊 所以来说嘛 这个这种反正你自己看啊 这个对于慢性质的人 或者是走长线的人 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交易品种 但是对于我这种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我现在就是赚快钱 你别跟我说赚一天赚两天的 拉我我受不了啊 然后这个呢 小魏现在也在啊 小魏大会你把麦克风打开一下 因为你今天下午呢 也跟着我做了几单啊 也做了几单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具体情况呢 跟大家也说一下了解一下 也说一下就是包括我的一些做单风格啊 包括这一个咱们做了几单啊 赚了多少钱呢 这个你当然小魏说一下 小魏是用了虚理单啊 小魏是用了虚理单 但是虚理单能挣钱 你实单也能挣钱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小魏大会可以说一下 他这个感感受 后来他自己有做了几单 我不知道他后来做的做单 是赚钱了还是亏钱了 这个也可以说一下 大家其实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做单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疑问 大家都可以用这种交流的方式说出来 因为这个跟3DMark是不一样啊 3DMark是有标准答案可询的 就是你要这样做 你就只能这样做 而我们这个东西呢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做单习惯 只要能赚钱 其实都是好的方法 这个小魏你现在麦克风开了吗 好你来说一下吧 下午我们做单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欧转欧转美 对 对 对 还转美 后来后来我刚开始跟的是跟单的时候是感觉挺准的 后来我自己做自己做的时候就发现好容易错面板方向了 他本来是应该是跌下去了 现在后来变成早上去了 哦你后面做了几单都亏了吗 后面做了有两单亏了 其他就赚了 其他就赚了 哦你跟我做了几单啊 跟你做了应该是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总共是十八单 但是中间的话我是左右部分都是点两下了 主标所这个是有时候会有一个零点然后就就点两下了 那你就是跟着我做了几几几次吧 你可以这样说做了几次吧 应该有十次左右 十次左右 然后本金有多少呢 本金是0.1的 那就是100美金以内对吧 对 赚了多少呢 赚了15美金左右 赚了15美金左右 三十分钟赚了15美金100本金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那后来你又做了几单你自己做了几单 后来我做了五单 赚了多少 赚了一美金 赚了一美金 也是0.01吗 也是0.01 哦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相当于如果要是今天是十单的话 你今天就赚了16美金意思是 对 那可以呀 啊 行行 然后你有什么感受吗 就是这个做的 这个怎么说呢 这感觉就是转的转的也挺快的 但是如果说你这跟着方向就是 而且跟着跟着的时候不能急 好事说到你去买了你再去买 自然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猴一点 我感觉 我记得我叫了就是叫了十次吗 好像只错了一次对吗 对对对 但是那一次其实他后来还是跌了 我们是买了空吗 对 但是那一单 他他还是跌了 只是说我觉得已经有点不保险了 对 其实十次都是对的 但是就算九次吧 就是那一单我们亏了0.06吧你好像说的是 对 除了那一单都是赚钱的对吧 对都是赚钱的 好好行 先说一下 我说一下今天下午跟小魏 我是三点半开始带他的 然后带了三点五十五十五左右 快四点钟 将近半个小时 然后反正做了十单 我也不记得做了多少单 反正是小魏说十单 那就是十次 他可能就是一单就是买了几次 一开始呢 就是他买了非常多 他买了五手 他一开始买了五手 我说你到时候你会有这么多钱吗 他说没有 他说估计就存个100美金 100美金700块钱人民币吧 我相信大家都拿得出来 我说那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做这么大的 你就做一个小单的 你就做个0.01手的 0.01手因为得子啊 也就是18美金左右成本 18美金左右成本 所以来说我说那你就尽量做个小的 你不要做大的 就是从第二单开始呢 他都是以0.01手来进行计算的 他每一单交易都是0.01手 然后呢 成本也就是在控制在100美金以内 然后最后大家也都听到了 做了10单左右 然后对了9单 赚了15美金左右啊 赚了15美金左右 所以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 大家知道半个小时赚了15美金啊 这是什么概念啊 而且成本只要100美金 顺便说一下 就是因为他每次下单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这个选择 他会有一个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交 交给大家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选项 在工具里面 在工具里面 大家注意 在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有个选项 在选项里面呢 大家选择到交易 他默认呢 是使用上次的值 是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默认值 改成默认值0.01 就是他你只要点击新订单 他就是你以0.01的这个订单数量来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在这里随便点一下 点一下订单 大家可以看到他就默认手数 就0.01了 那如果你在这里觉得0.01太少了 那你可以在这里修改成0.1 老师 啊 怎么啦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是轻尼盘嘛 轻尼盘它左上表有个小箭头 这个你可以点一下那个小箭头 哪里有个小箭头 每个每个那个每个像每个盘边上 比如说那个边上名字在下面 有个小箭头 名字下面有个小箭头 哪里啊这个吗 你蓝色光光的 蓝色声音的下面那个可以拍小字 哪里啊 你解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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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解图 那是达克 那不就这个吗 对 那是达克 然后下面 下面 我看一下你看一下 我取你了 这个 对我做的是 就是0.01走 直接点这个就点一下 他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啊 他其实就是这个 叫单击交易 这个可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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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打开啊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打开就可以了 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也可以 反正更方便 而且更迅速点 这个也可以 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这个也可以选择新订单啊 然后如果那个的话 你就选择单击交易 把这个打开也可以啊 好 好 好 然后就跟 你说 就是 所以我下面 你点他他直接 就是一下去点他他 是什么 对 对 是的 嗯 嗯 看当于我是就是 我是应该 的 对 你 对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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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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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前点呢其实危险挺大的 这个是个说实话 如果他不跌下来那个时候 那你不就那个了吗 不是的 你那个小薇啊 你搞错了一点 我说马上要跌了 并不代表说现在就跌了 你把马上要跌了和现在要跌了 这两个词搞混了 我说马上要跌了 也就是说现在准备好 等它继续涨 涨到一定地步 我们再去买它跌 是这个意思 而我说马上要跌的时候呢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买入了 其实后来它跌下来了 没问题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卖出信 就是做空信号还没有出现 你跑去做的话 它如果继续涨 那里就完了 对 真的就完了 对 所以来说那一局真的是你的运气好 如果运气不好 那你就是损了 那一单就是损了 对 谢谢 好吧 所以 所以 好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交易金额 交易金额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叫 我在群里群里面 大家做单的时候经常也会看到 就是我给大家有的发过 就是这个玩意啊 就是这个玩意 就是以用预付款15.42 注意一下 同学们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15.42 就是你的 就是这个股票所代表的 全部的资金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小魏 今天小魏 这个能说吗 小魏今天说他想录真金 他想录真金 这个可以说吧 他想录真金 他想录真金白银 然后我说你准备录多少 他说100美金 也不多 700块钱人民币 我说如果要是这么少的话 你的这个止损要严格止损 并且你的风险会非常大 我当时说这句话 我估计小魏没听懂 所以我在这里要 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没有 没有吗 对 所以我现在解释一下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大家有没有人听懂 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在吗 喂喂喂 大家都在吗 好 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对 对 钱不够了就平仓了 什么意思呢 好 以小魏 如果以小魏录100为例啊 就是我也不说他 就是张三 录了100美金 录了100美金 他买了0.01首的拉斯达克 就是以这个0.01首的拉斯达克 好 赚钱了 一切好说 赚钱了 一切好说 那当然也就是赚钱了 那他的这个预付款 也就是顶多10美金左右 也就是他 他可以 就是说他不是100美金的 这一个 这一个录 录款吗 也就是花了10美金 那就是说还有90美金 他可以再去买其他的股票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还有90美金 他是可以买其他的股票的 好 但是 但是这里面要说一个 但是 如果亏钱了 会出现一个情况 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亏到 亏钱了以后 他亏得非常厉害 亏到什么程度呢 他亏到了 比如说 他亏到了非常厉害 亏到了已经-50了 -50了 注意一下 我说的是-50 -50呢 就是代表着 他就是已经把他的 整整个的存入的100美金 其中他10块钱 是作为了这个押金 已经是去买纳斯达克了 还有40美金 是在他的账户里面的 然后这40美金 也被压到了这个纳斯达克里面 进行亏损的 这个亏损的抵押了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也就说这个张三 这个100美金里面 就只剩下 可动用的 只剩下50美金了 好 如果到了 亏到50美金的时候 也就是到了 他整个仓位 到他整个总仓位的 50% 系统会自动 对他进行平仓 大家注意一下 系统会自动 对他进行平仓 系统会对他 自动进行平仓 会造成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亏损的这50美金 就变成现实了 而不是说 等于他涨起来以后 又没事了 因为大家知道 亏了以后 如果这个股票 他又涨了 那你这个亏损 那就不算什么 那你就最后 最后你要是能够 在盈利的情况下 再把抛出去 那你其实就是没有亏损的 但是如果爆仓了 这个就叫爆仓 就是强制平仓 就叫爆仓 如果被强制平仓了 你这50美金 就打水漂了 你存入的100美金 就只剩下50美金了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 我当然 我不希望大家 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就是在你的亏损的情况下 你还勉强的 把你这个手上的股票指数 还拿在手上 等他继续亏 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万一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么一定要保 保证你的 这个 这个款里面 你的总金额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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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预付款 不是这个预付款 而是所有的金额 要保证足够多 要保证足够多 他就不会对你 强制进行平仓 大家注意一下 你只要保证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费用 总费用足够多 他是不会进行 强制平仓的 他只会在你的总费用 达到50%的亏损的时候 他才会达到 他才会强制平仓 注意一下 那么我后面 会跟大家讲到 这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出现了 这种看错的方向 我到底是该坚持呢 还是直接就割肉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 我说这个事情 我们后面再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该坚持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割肉了 这个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不是说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去 一个而论 它其实也有两面 所以跟大家讲清楚 这是 这是 这是今天我发现的 第一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呢 是我今天在这个群里面发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平台呢 原油的杠杆是100 黄金的杠杆是200 股票的杠杆是20 指数的杠杆是100 外汇值盘是1000 交叉盘是200 注意 可能有人看到这个 看了这个1000 吓死了 1000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赚一块钱 就变成了亏1000 就是赚1000块钱 如果你亏了一块钱 就是亏了1000块钱 什么叫外汇值盘 什么叫外汇交叉盘 我要在这里 跟大家再说一下 外汇值盘 就是跟美元 直接挂钩的 叫外汇值盘 跟美元直接挂钩的 叫做外汇值盘 外汇交叉盘呢 是指跟美元不挂钩的 叫做外汇交叉盘 那什么样的这个叫做外汇交叉盘 我们来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欧元对Rushing Rushing大家知道 卢布 欧元对卢布 那么这个呢 是200 200的杠杆 也就是交叉盘 也就是说 只要没有跟美元 直接挂钩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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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的杠杆 如果只要跟美元 进行挂钩的 比如说 美元跟卢布 那就是1000的杠杆 就是1000的杠杆 可能有人认为 哇 老师1000的杠杆太多了 其实大家这一点 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如果你是做100的杠杆 你反而没感觉 因为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1000的杠杆 这个是1000的杠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欧元对美元 这个是直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波动有多小 大家自己看 它的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个零 12345 五个零 如果你不是1000的杠杆 你每次赚钱 就是赚到小数点 后面五个零的美元 你可以想象一下 把你急死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可以把你急死 你赚 你赚一年 可能都赚不到五美元 你做一年 你都做不到五美元 也就是你的盈亏 都不会达到五美元 因为 小数点后面五个零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要做多少手 你才能够 才能够那个 也就是说你要做 如果一股 你要做多少股呢 你要做 至少你要做到 小数点两个零吧 小数点后面两个零 就跟拉斯达克一样嘛 拉斯达克后面是两个零嘛 那我们至少做到 做到100倍杠杆 做到100倍杠杆才行 做到100倍杠杆 所以它1000倍杠杆 其实也不算什么 今天小魏稍微做了一下 其实也没多少 小魏当时做的 你外汇做的是多少 你可以截图 给群里面大家看一下 你赚了多少 亏了多少 这个也可以 大家群里面可以看 外汇里都是赚的 我记得外汇里都是赚的 你可以发到群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没有多少 虽然看起来1000非常多 看起来1000的杠杆非常多 但是做外汇市场 真的是小屋 毛毛雨 那就是毛毛雨 就是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 这是下面一个问题 然后呢 顺便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 就是今天我在 跟小魏带盘的时候呢 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长线的 长线的做法和短线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注意一下 长线的时候 做法呢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长线的做法呢 是埋陷阱 然后让猎物踩到陷阱 长线的做法是埋陷阱 然后让猎物埋陷阱 然后如果猎物不进陷阱 那就永远不要开单 就是开单就相当于是挂单 就相当于他如果不到这个价位 你就不要去开单 这个呢就是长线做法 短线做法呢就是看这个市场行情 根据市场的行情要变变化 相对来说长线的肯定要简单很多 我这样一说 估计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短线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变化有多快呀 长线你在这里挂着 反正你都算好了 就挂在这个地方 打个比方挂在这个地方 然后等他 然后你就去 该去睡觉去睡觉 该去吃饭就去吃饭 你什么都不用管 然后隔两天可以看一下 这个股票买成功了没有 或者卖成功了没有 那无非就是这样操作 就是eToro的大多数的一些人 都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长线操作方法 长线操作方法 顺便我再说一下 道士的操作方法 道士操作方法 这个我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发过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周的几发的 好 说一下 就是大多数的人 就是在eToro里面玩得非常好的人 就是这一种人 玩得非常好的人 基本上就是这种人 或者是这一种 二和三 然后大多数的人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五 或者六 或者四 四五六的人是居多的 玩得最好的是一 但是这种人是最难的 是最累的 最难的最累的 我基本上 我觉得我是往这个方向去 在走 往这个方向走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可能有同学根本就不理解 这张图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举例 这个是纳斯达克 这是纳斯达克 这个是一个分钟级别的 打个比方 这是一个分钟级别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分钟级别的 那么按照道士理论 就是道士是一个人 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数学家 然后他搞数学的跑去搞股票去了 不务正业 这个家伙 然后他跑了 是美国的 美国的说错了 然后他跑去研究股票 然后他研究出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 他这个人很早了 他是在19四几年 19五几年左右 就是在二次大战左右的时候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二次大战左右的一个人 所以来说 就是道士理论 就是在很早的一个理论了 所以他现在都已经被封神了 因为他早的死了 这个人这个人好像在一九七几年就死了 然后我先说一下 这里面的先看最后一种 先看最后一种 第六种 人 后面前面一个问号 什么意思呢 蠢人 蠢人是什么样子的买卖方式呢 在都 我们现在都以买多为主 就是买涨为主 然后他在这里进了多 然后跌跌跌跌跌跌跌 然后涨 涨起来以后 这个人 这个人就会在想 这个蠢人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把他 抛了 或者来说 我现在说不定他还会 还会继续涨起来啊 我干脆就继续留着 好继续留着 然后他又在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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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实在受不了了 抛掉了 这一种就叫蠢人 这种就叫蠢人 当然你不要是说 你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 你看到后面是涨了 你站在上帝视角 你现在是看了涨了 你要是没有站在上帝视角 你现在看了这张图 你能不能认为后面能涨起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学问了 我们后面再说 好 这是第二种叫庸人 庸人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庸人什么意思呢 庸人就是这个意思 庸人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在这里买路的 这个地方买路的 然后他非常高兴 涨到这里了 赚了非常多的钱 然后又开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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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好 说明他跌到这里来了 哎呀不行了 赶紧卖掉吧 赚了一部分钱 利润在这么多 在有个这么多 当然他也赚钱了 所以这种人呢 算是叫庸人 算是叫庸人 好 还有一种叫常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很好理解 他在这里买 然后在这里就把它卖掉了 在这里就把它 他比这个庸人呢 稍微赚着要稍微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然后呢 机器人就很好理解了 这个买买买了这里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把它卖掉 在这个地方把它卖掉 这个地方买路 把这个地方 他其实吃的利润也不少 然后高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地方买路 这个地方卖出 利润也不错 利润也不错 那么我说一下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最高境界就是神人 神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两边通吃 两边通吃 什么意思呢 好 先在这个地方是起点 好 涨起来了 卖掉 卖掉以后 在这个地方 他又跌下去了 跌下去以后 我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高位 我再买个跌买个空 然后跌下去了 好 卖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 再买个涨 然后涨起来了 然后 然后他又 然后他就 我再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 再到这个低点 再再把它 再把它买回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再买个多 然后涨起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 再买个空 再把它跌下来 然后再卖掉 然后这个地方 再买个涨 然后再涨 大家听懂了吗 是不是我说了 都觉得很累啊 是不是我说了 你们都觉得很累啊 但是我跟你说 今天下午 我跟这个小魏操作的 其实就是这种模式 我跟小魏 这样操作的 就是这种模式 吃完多头 吃空头 这个其实就是 道士理论 这个其实就是 道士理论 就是不管是 多头也好 还是空头也好 我通吃 是不是的小魏 小魏在不 你在群里面打个字 是不是我下午 就是这样操作的 吃完多头 吃空头 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就是 道士理论 但是我用的 还不是特别特别好 因为我不是说 每一单 我都做 做进去了 不是说每一单 我都做进去了 但是大部分的 我只要能看到的 我都做进去了 我能看到的 我能做进去了 但是没看到了 我没办法 毕竟我只有两双眼镜 那一双眼镜 那我没办法 所以来说 这个就是叫道士理论 就是吃完多头 吃空头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利润 是不是比这个 第二种 这个高人的水平 高出太多了 完全不是一个 等量级的 如果这个高人的水平 可能是在高中 可能应该就是高中 那么神人的水平 应该到什么水平了 博士生 或者院士 多头空头 两边都吃 所以 道士理论是什么呢 是最合理的 可以将你的资金 用到 用到最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最高利用率 达到最高利润的 一种做法 道士理论 就是可以用 非常小的资金 博得非常大的利润 比如说今天下午 小魏自己也尝试了 100美金的 本金15美金 我带他做半个小时 赚了15美金 大家可以想象 半个小时赚了15美金 什么概念 如果做一天 我们不说做一天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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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做六个吧 做六个 做六个半个小时 就做三个 做三个小时 也就是六个 那也可以赚多少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的本金只有100美金 大家注意一下 他本金只有100美金 那么用道士理论 就可以不停地 把你的这个本金 不停地滚雪球 大家懂了吗 而高人呢 他只能是说 到这里 在这里一直等着 他的资金 永远是被压着的 他的资金 永远是被压着的 所以来说呢 不是有人跟我说 他说想搞 eToro吗 为什么想找我 大家明白了吗 因为我对于资金的 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可以让 只要我不休息 在我不休息的前提下 我可以把资金利用率 达到60%到80%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资金利用率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的事情 无所谓的事情 资金利用率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个 仓位管理学 就是你的资金利用率越高 你的回报率就会越高 资金利用率越高 你的回报率就越高 比如说你在这个里面 存了1万美金 但是你每次开单 你只开了500美金 也就是你只开了整个单面的 百分之 百分之多少来的 一百分之五 一百分之五 那就是一百分之五吗 百分之五的这个 百分之五的利用率 其实你的仓位 在这里我再说一下 其实你的仓位 应该要用到多少呢 应该要用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你再高了就不行了 因为注意一下 我刚才说了 它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保证金的问题 再高了也不行 再高了也不行 对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不是资金最大化 是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最小的资金 撬动最大的利润 最小的资金撬动最大的利润 这是一门学问 这是一 所以为什么这个华尔街 有句话叫 这个有句话 华尔街有句话叫 资本不眠 什么叫资本不眠 就是我的这个钱 永远不要睡觉 不眠嘛 不要睡觉 然后永远在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这个市场里面 进行滚动 滚完美国 滚德国 滚完德国 滚这个香港 就是这个意思 香港现在已经不能算了 香港现在已经不算了 现在是新加坡市场了 很可惜啊 我现在已经不做恒生指数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没有恒生 恒生就是HK HK 现在没有了 那么今天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趋势 再讲一个趋势这个概念 趋势这个概念呢 我们还是用天来做这个 还是用天来做这个 这个 啊 出来了 好 这是欧 这是纳斯达克的 我们看一下欧对美的 看一下欧对美 我们看一下天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这条线大家还记得吗 这条线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他正好碰到这个线 然后我说 我说碰到这个线以后 我们就可以买多 大家还记得吗 欧对美的 大家还记得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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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的 不是昨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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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我的天哪 有人记得吗 不是第一节课的 就是这个星期的 但星期几个我不记得了 就是正好我当时在教这个课 然后这个落了这个线的这个落到这个线的这个底下去了 然后我说做多做多啊 这个地方可以做多了啊 然后他后来就涨起来了 还记得吗 好像是好像是这一天还是这一天 不是第一节课的 不是第一节课的 好吧 不管了啊 我当时为什么 我说他到了这个地方 我说他长起来呢 因为我当时在这里就画了一个线 这个线呢 就叫趋势线 我在这里呢 重新给大家画一下 重新给大家画一下 昨天我们学的是黄金分割线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画趋势线 趋势线的画法很多 而且他也不是唯一性 所以呢 大家在学习完了以后呢 大家自己去画 他不一定是说 这个我画的就一定是对的 你画的就一定是错的 没有标准答案 在事实在发生之前啊 在事实没有发生之前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好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首先选一个最低点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再选择第二个点 再选择第二个点啊 这个地方就有一点lag 然后如果要是我们lag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双击 可以把这个线呢 可以稍微的把它的根部 可以稍微的用动一下 好 那么这一个点呢 我们就把它设定在这个位置 好 那有同学有同学可能要问 那你这个趋势线怎么样算是成立 我现在待会儿要说到 它的成立的问题 不是你随便画条线 就是趋势线的啊 不是你随便画条线 就是趋势线的 它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它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不好意思 它就不叫趋势线 它就不叫趋势线 好 第一个条件 首先你选择一个节点 你首先选择一个蜡烛图的点 这个点可以是最低点 也可以是最高点 我们先以最低点为例 我们先以最低点为例 然后呢 我们再画出它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再选择下一个最低点 我们再画出下一个最低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条趋势线就画出来了 那么这条趋势线画出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趋势线成不成立呢 它其实是成立的 但是它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成立 比如说它在什么时间段成立呢 就是这个时候它是成立的 到这一段时候它是成立的 到这一段时候它是成立的 就是整个趋势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 注意啊 趋势是永远在变的 趋势是永远在变的 不是说你今天画了个趋势线 你以后都是根据这个趋势线走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趋势线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是荆州吧 我们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 那么荆州呢 今天是吴国占领 明天是蜀国占领 后天是魏国占领 大后天可能刘表又回来占领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趋势呢 就相当于是各个派系 就是现在由这个趋势在控盘 那么就是这个趋势线是OK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 另外一个集团 就是另外一个集团 把这个趋势给控制了 那么另外一个集团 就不会按照前面这个集团的 这个趋势来走了 他要按照自己集团的这个趋势去走 所以后面的这个趋势呢 就会依着新的趋势方法来进行变化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趋势里面 这一段是成立的 它是 它怎么成立呢 首先第一第一点 在第二点 第二点 注意我们画的时候要设定第二个点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点 是在它的最低点 第二个点是设定到它的 也就是它的整个这一段趋势里面 第二个点碰接触的地方 好 我刚才说了 要列三点同时达到 好 注意一下 第三点非常关键 第三点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验证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只能看了这么多 后面还没有发生 后面还没有发生 然后它在这里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以后 这个柱体就开始涨了 涨了 它现在这里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 可能还没碰到 可能有朋友可能说 老师你这没碰到 是的 差一点 但是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个区间 你不要在这里太较真 那不然那做不了的 那做不了的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范围 就是它在这个上 上一点或者下一点 只要在这个线的这个上下方 可能不会超过百分之 百分之五的误差 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五的误差 我们都可以把它算在这个趋势线的以内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体呢 它是碰到了这个线了 那也就是说 它碰到这个柱体以后 啪 涨起来了 那么也就代表了第三点验证成功 代表了第三点验证成功 那么也就代表着这条趋势线是成立的了 也就代表着趋势线是成立的了 好 那么这条趋势线成立的 我们该怎么用呢 好 前三点我们都OK了 我们现在在第四点 如果再有 再有K线 碰到我们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打个比方 这里 再有我们的K线 碰到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趋势线 这个地方会怎么办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我在这个趋势线 我应该怎么去操作 对 我就应该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 去买涨 我就应该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去买涨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大家运一下 所有人都懂了吗 小魏呢 小魏懂了吗 没太理解 有没有人用你自己的话 跟小魏解释一下 有没有人自己能帮我解释一下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 如果你们能解释清楚 那就说明你们真懂了 如果你们解释不清楚 那就说明 不知道怎么语言组织 有没有知道用语言组织的方蕾 你老大很活的 不是的 错了 看来小器 你看我这一问问题 我就知道你们说错了 你没问你要是那个 不是的不是的 这个小谱的理解有问题 方蕾能不能说一下 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 你来说一下 因为我发现大家还是没理解 虽然你们说你们理解了 你在公司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先纠正一下小谱的问题 小谱是半知半解 半知半解 但是其实理解是错误的 好 这个奖励名等一下再说 你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别把大家搞昏了 咱们先把最低点和最低点这个连接先说清楚 最低点和最低点这个问题先说清楚 最低点和最低点连接 首先第一 我们先选择这个 好 我们再重新连一遍 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后面的这个K线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后面K线 后面的K线就只走了这个地方 只走了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选择趋势线 首先你要选择最低的一个K线 再选择第二个K线 OK 那么这条趋势线就已经成立了 这条趋势线就已经成立了 那么这条趋势线成立了以后呢 不对 我说错了 不能叫成立了 我就画出来了 我就画出来了 但是这条趋势线成不成立呢 我们要得到第三个点的确认 我们才能确认它是否成立 注意一下 我再说一遍 它必须要有三个点 才能够确定这个趋势线是否成立 现在我们只有两个点 这个点和这个点 我们现在要有第三个点 才能够确定 好 我们现在让时间往前走 好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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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碰到了 大家看到没有 碰到了这个地方 碰到了以后呢 它上涨了 OK 那么也就是说 三个点 组成了这条线 趋势成立了 这个时候 这个趋势线才是成立的 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趋势线才是成立的 刚才小普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于 它认为只要两个点 组在一起 趋势线就成立 错了 两个点你任意画 你都可以画得出来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任意画你告诉我 你怎么能画不出来 你告诉我怎么能画不出来 你任意画都可以画得出来 你当然你要前提是 你在不知道这个 后面的这个行情下 你任意画你两个点 都是能画出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的 两个点你任意画 你都是能够画得出来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必须要有第三个点进行验证 所以必须要有第三个点进行验证 那么这个点呢 就是验证的点 这个点不是你画出来的 这个点是它后来通过时间的流逝 它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自动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验证了你这个趋势的正确性 验证了这个趋势的正确性的以后 到了第四个地方 我们才能够下单 也就是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然这个其实也算 这个其实也算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已经采现了 那绝对可以算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知道会怎么样 你就知道会怎么样 你可以看一下当所有的柱体碰到这个趋势线以后 它后面都会紧接着会怎么样 它后面都会怎么样 它后面都会怎么样 哇 瞎死我了 是不是上涨啊 是不是上涨啊 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 是不是上涨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 从这里涨到这里 它也是上涨啊 虽然这个涨的这个平比较比较低 但是它也是上涨啊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碰到了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守个单子 上涨 我们就是 这个就是教大家在玩长线啊 就是这个地方 我就是教大家玩长线了 你就可以在1.07814这个位置 挂个单 所谓挂单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点新订单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 挂单成交 然后这个地方是买多 然后我在这里选择1.07814 下单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它就自动给你买入了 买入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就不用去管了 你就睡睡觉就行了 就行了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后面是什么情况 转爆了 转爆了 注意啊 这日线啊 这日线 是不是转爆了 这是不是转爆了 懂了吗 懂了吗 我现在就是在教大家做长线啊 我现在就是在教大家做长线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实战了 今天学完以后 今天晚上所有人去画线 画完了以后挂单 然后那当然今天挂完了 不可能今天就能到位 说不定什么时候到位了 你可以验证一下 你这个趋势线是否正确 你可以验证一下 你的这个趋势线是否正确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趋势线呢 首先说一下 一般来说画天的是比较好 画天的是可以在一分钟里面显示出来的 注意一下 画天的其实是可以在分钟级别也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画天的呢 这个时间隔了太久了 所以呢 这个画天的呢 是最好的 如果你觉得画天不爽 你还可以画四个小时的 四个小时我们也可以来画一下 四个小时 这是欧对美的 欧对美的 我们也可以来画一下 画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从这个 从这个频率上面来说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整个的这个趋势里面 这个可能是一波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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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从这个动态的这个形状来说 咱们不要去看什么其他的 你就给我看形状 你觉得这三个形状是一 是像是一家公司做出来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来说你一开始就要 就要一开始就是要先确定 我们现在应该是从哪里开始 趋势线 我们首先要从哪个地方开始 那么目前来说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可以算是一个波段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画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画一下 他把我的这个工具给遮住了 这你妈的 他把我工具给遮住了 好 如果这样画 如果这样画对不对呢 因为没有第三个点的支撑 因为没有第三个点的验证 应该说是没有第三个点的验证 所以我目前来说 并不知道这个趋势线对不对 所以我还要画更多的趋势线 来确定哪一个趋势线是最靠谱的 注意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 你画一种趋势线 你是没有办法去确定 哪一个是靠谱的 所以你可以多画几个 你来确定一下 你来确定一下哪一个趋势线是最靠谱的 好 我不管是画了上方的 就是上方就是代表压力位 下方就代表支撑位 不管是画了上方还是下方 其实我现在都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因为他既没有到最下方去 又没有到最上方来 那么现在我们在画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通融一下呢 我们这样画 这样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好像这个趋势线是对的了 好像这个趋势线是对的了 虽然这个地方有一些突破 但是这种突破呢 其实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忽略的 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个 相当于模糊处理吧 我说的本身就是一个区间嘛 在这个区间以内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里面 已经进行了几次验证呢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 这是第三个点 就是验证 第四个点 这是第四个点 其实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点呢 的时候 如果我们早点画出这个趋势线 如果外汇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买多单 可以在这里买多单 大家看见没有 大家看见没有 在这里买多单 最后会怎么样 涨到这里来了 涨到这里来了 赚爆了 又他妈赚爆了 我我就是要早点画 因为没有时间画 像这个玩意 画趋势线要大屏幕啊 我在公司 我他妈天天 把屏幕说得像个乌龟一样 根本就没法 没法去画趋势线 不然我就挂一单了 其实做外汇挺简单的 其实做外汇 做长线是非常容易的 做外汇 做长线是非常容易的 好 我们看一下上线 上线呢 我们这个起点呢 可以上下移啊 注意 只要是在这个 只要是在这个上升的 这个柱体里面 我们是可以稍微的移一下的 好 那么移了以后呢 现在就有问题了 那么是这样画呢 还是这样画呢 那么这样画 我目前觉得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点是连接上了 这两个点连接上了 然后这一个点呢 被验证了 这个点又被验证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点始终没有被突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点始终没有被突破 哎 他怎么不给我下来 哎 Fuck 好 那么 如果是这样画出这个趋势线 我们现在可以大致判断出 我们这个股票后面会怎么走呢 后面就会涨 涨到这个趋势线以后 然后再下跌 然后不出意外 如果整个趋势没有变化的话 就是还是这家公司 就是相当于 还是这家公司在做庄的话 我们又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就又会涨起来 在这个位置就会跌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通过这些地方呢 我们可以算出 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可以在多少 哎 不好意思 我们把这个鬼移了 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来做空 因为现在你再去买 他跌就已经没意义了 他现在已经涨起来了 所以我们再可以算出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他的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他的跌的这个空间多少呢 是1.199754左右 你这个数值呢 只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宽泛的一个数值 他也就是上下 差不多也就是20个点左右 20个点左右 你就可以在这个附近 就可以开始买空了 那么他如果不出意外 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就会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在这里挂个单 然后买他的跌 又赚宝了 虽然这个事情还没发生 虽然这个事情还没发生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把这个趋势线留着 我们结张图 在结张图发到群里面 能不能验证 这个我们要看后面 今天是8月28号 这个只能说看后面 看后面 能不能验证 只能看后面了 是不是可以用黄金分割线 去判断趋势 说一下 黄金分割和趋势线 能不能一起用呢 可以 叫做什么呢 叫做双重判定 双重判定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双重判定 双重判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 先画个最高点 我们先画个 再画个最低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条线和黄金分割线 交接的地方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黄金分割线 和我们这个黄金分割线 和我们的趋势线 交接的地方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整个这个黄金分割 和我们这个趋势线 交接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叫做双重锁定 也就是说 用黄金分割和这个 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满仓去做 它的多单 因为它被双重锁定了 就是被两次被验证 第一次就是趋势线被验证 第二次就是被这个 被这个黄金分割也验证了 而且它们两个位置 是一样的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你要说这是巧合吗 同志们 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 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 同志们 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 是个巧合吗 这个点 这么巧吗 你们觉得 连时间都把握的这么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连时间都对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连时间都对上了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大仓位的进入了 也就是说买了个保险 不够 还在买个保险 两个保险全部锁定了 OK 那我觉得这个点 可以进行双重锁定 进行双重锁定 明白了吗 可能有人认为这么玄学吗 确实啊 你搞完黄金分割 确实很奇怪 什么股票 他妈的还走 还搞黄金定律 你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很很那个 这个像玄学一样 我把他去掉了 好吧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今天晚上呢 不要休息了 赶紧画 画了以后赶紧挂单 赶紧就开始挂单 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交流一下 可以在群里面交流一下 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提问 提出来 路点 什么叫路点 什么叫路点 买路的点 买路点 我刚才不说了吗 我这个已经删掉了 买路点 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在这里的话 你不就是 你在这里 可以抗去加F 抗去加F 然后这个地方 不就是一个数值吗 这个线上面 就是这个 这个买路的点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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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条钱还是留着啊 我把这条钱还是留着啊 我们可以见证一下 我们这个趋势线对不对 那么路点 比如说这个位置啊 比如说这个位置 你要怎么确定它路点呢 其实很简单 你在这个地方选着个横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 画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就在这里了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哎呀怎么又删掉了 还有其他没有问题吗 是不是大家现在学了这个以后觉得很奇妙啊 有没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玄学 这个我记得那个西月不就在这个群里面还聊过吗 他不现在在写小说吗 他现在就是玄学吗 我觉得不是特定 稳定 呃趋势线呢 其实趋势线 目前来说啊 趋势线呢 你只能大体的判断出一个方向 但是中间是怎么走呢 你其实是很难去把握的 他可能到了这个地方就给你跌下来了 可能到了头再给你跌下来 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又到了头这个跌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说不定到这里就跌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趋势线呢 我们中间其实还可以再画一条 我给大家再画一条 就是切分中间的线 切分中间的线 还是趋势线 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趋势线呢 从中间给切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线 它每到中间的时候就会卡一下啊 这个卡呢 我们俗称叫什么呢 叫做横盘 叫做横盘 像这种都属于叫横盘 这种横盘呢 其实就是代表着整个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个什么压力位 或者有个支撑位之类的 所以呢 在这个目前情况下 我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这条趋势线也是正确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不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 它又下来了 跟我们在这里是一样的感觉啊 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感觉 跟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感觉 所以来说 这条趋势线也是成立的 这条趋势线也是成立的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条趋势线也是成立的 应该来说 我们这个欧对美 这条画法 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啊 这个画法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 我们发到群里面 用时间来证明啊 用时间来证明 我们这是四个小时的 我们把它时间要结出来啊 不然的话 好吧 那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